好 大家午安來關心 現在颱風對臺灣的影響 在西北太平洋 最快不排除在下個禮拜 可能會有三個颱風 不過另外這兩個對臺灣影響不大 首當其衝要可以看到 今年第九號蘇拉颱風 目前因為受到南亞高壓的影響 把它往南邊壓 那事實上對於影響到臺灣是不利的 因為往南邊壓大氣 在這個會更加的不穩定 再加上海面上的溫度 有利於它持續的發展 因此不排除在下週 禮拜三跟禮拜四 最接近臺灣的時候 它可能已經變成是強烈颱風 因此接下來的路徑怎麼影響 我們馬上來看看 目前各國過去還認為 有可能北偏或者稍微西偏 目前全球的模擬 看起來比較共識機率高的 會可能從臺東的南端 或者是恆春半島來登陸臺灣 雖然未來還有一點點變化 但是幾乎能夠確定的 就是對於花東以及中南部的山區 可能會造成蠻明顯的影響 而就算它的暴風半徑沒有碰到北部 因為受到風向的影響 整個逆風 逆時針的這個風向 對於北部以及宜蘭風雨都會蠻明顯的 下一張圖表我們再來看看 不過在禮拜一之前 基本上它的外圍環流還沒有影響到 今天各地反而成漲氣流高溫都來得蠻明顯的 在整個西半部台中最低有三十五度 北部跟南部甚至都將近三十六度 而水氣的影響主要就是午後的雷震雨 來看看在晚間八點之前 山區的雷震雨還有機會擴及山區 近山區的平地 要等到晚間到明天的清晨 水氣才會逐漸減少 簡單來說未來一整週 來看看在禮拜二之前 水氣是越來越少 各地依舊是比較晴朗而且炎熱的天氣 主要小心的就是山區 會有局部的午後雷震雨 影響最劇烈 也就是在蘇拉接近臺灣的時間點 落在禮拜三跟禮拜四 無論它是不是會登陸 各地都會有蠻明顯的風雨 要等到禮拜五 它逐漸遠離 各地局部轉為短暫震雨的天氣 以上是這一節的準氣象